文章来源 美国中文网 在最高法院推翻评权法案后的第一个秋季招生季 麻省理工学院MIT的非裔和西裔学生的入学人数出现下降 而亚裔学生的人数则有所上升 MIT的招生部门周三公布了一年级新生的概况 显示亚裔人数有所增加 白人学生无明显变化 而其他所有族裔都在减少 有些甚至降至零 MIT表示 近年来非裔、西裔、美洲原住民和太平洋岛民学生 占该校本科招生人数的25% 而在2028届新生中 这一比例已降至16%左右 该校新学年总共有1102名学生 数据显示 非裔学生人数急剧下降 在2028届新生中 非裔约占5% 较过去4年13%的平均水平大幅下降 西裔学生占2028届学生的11% 而近年来的平均比例为15% 亚裔学生在新生中的比例从41%上升到47% 而白人学生在班级中的比例与近年来大致相同 在37%左右 MIT招生主任司徒 施米尔将下降归因于高等法院在2023年做出的裁决 及大学在招生过程中不再被允许考虑种族因素 几十年来 美国许多顶尖高校都采用平选法案来增加少数族裔的入学率 最高法院案件的被告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称 他们希望促进种族多样性 以提供更广泛的教育机会 并为校园带来更多多元文化 倾向于保守派的最高法院裁定 这两所大学基于种族考虑的招生做法 违反了宪法关于法律平等保护的承诺 MIT校长萨利·科恩布鲁斯在一份声明中说 这届学生一如既往的在多个方面都很出色 但是作为去年最高法院裁决的结果 它没有带来MIT社区在过去几十年里 共同努力实现的同样程度的广泛种族和民族多样性